Riley Reviewer 了解 presidente 我的本業是廚師,Code的身分只是演示 平常最大的興趣就是到處亂拆 Debug只是為了世界和平,來自傳說中的黑暗料理界 然後平常習慣用的語言是Visual C++跟ASM組合語言 然後平常到處拆點東西也不務正業 然後如果說以下的內容有錯誤,歡迎指證 What is Debugger? 相信大家寫Code的時候常用到 下面這張圖是Microsoft Virtual Studio 在寫Code的時候常用到的斷點功能 當有時候程式抵不出錯誤的時候就只能這樣慢慢找 然後還有當自己的SourceCode不見就想修改的時候 下面這張圖是Oli Debugger 它是32位元底下很強大的一套出錯工具 也能對自己的程式進行修改 然後還有就是你想註冊的時候 下面這張圖是Leg Debugger 也是今天64位元的出錯器 JSERV大大的有講過嗎? 有了Debugger,Coding會是彩色的 No Debugger,No Happy Coding 然後歐巴馬有講過 有了Debugger,Cracking也是彩色的 這是偷橘子大大的梗 然後今天的重點 一套可以對64bit的程式除錯的Debugger 跳坑的起因就有一次在用32位元的Oli Debugger 在除錯的時候突然想到 現在的程式都開始漸漸的往64位元邁進 可是Oli Debugger卻局限在32位元底下 沒辦法對64位元的程式進行除錯 所以就自己寫了一個 然後我撰寫的工具選擇的是我平常比較習慣用的 Vitual Studio 2013 先來談談Debugger的運作原理 透過中段系統以及自己程式裡面 接收被Debugger形成的異常來進行處理 可能聽起來很麻煩很複雜啦 但是MS很好心的幫我們封裝好的Debug函數 首先要Debug一個Process 就要先以Debug模式來啟動它 下面這個參數是MSDN上面查到 用來建立一個Debug的執行序 然後也有其他類型的參數都可以在MSDN上面找到 使用的範例是下面這樣 Correct Process 它第一個參數填的是要啟動程式的路徑 然後下面那兩個參數就是在MSDN上面翻到的 像那個Debug only thisProcess 它還有其他的參數可以選擇 會有不同的效果 然後異常訊息接收 在我們的程式裡面也要有一個回圈 在那邊等待著要接收的異常訊息 然後從裡面的異常訊息再來判斷說 除錯的目標發生了異常事件 顯示數值 因為要讀取要被Debug程式的數值 所以它就必須要用 我用的是一些Win API 就像readProcessMemory這個Win API去讀取它 然後如果說是要改寫裡面的OP code的話 一樣也可以用readProcessMemory那個Win API去改寫 然後只不過在64bit底下 它那些EX的 那些E開頭的暫存器都被擴充到64多元 然後也被改名 像EX就被改成了RX 然後從R8到R15 則是新增的 然後顯示暫存器的內容 從要讀取剛剛那些暫存器的話 Windows裡面有一個結構題叫做Context 然後宣告了一個Context之後 可以直接去取得那個Context的暫存器 再用暫存器名字 它就可以直接進行存取跟顯示 然後顯示堆疊內容 ESP是在32bit底下的堆疊指標暫存器 在64位元它被擴充了以後就變成了RSP 所以只要讀取程序的RSP就可以了 然後攔截載入的DLL訊息 當我們攔截到LogDLLDebugEvent的訊息後 再對它做出相關的回應 例如說可以去解析那個DLL裡面的函數 或者是把那個DLL的資訊存到我們程式 可以讓我們自己以後再去看說它載入哪些東西 然後顯示組合園的內容 就一個Debug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這樣我們才有辦法去看它的內容 到底寫了些什麼 而不是去看它的OP code 但是自己刻一個反主義核心 工程真的有點太大 所以就用了一個OPEN SOURCE的反主義核心 Bear Engine 然後由於這個64bit的除錯器 反主義核心是開源的 整個除錯器也是參考一款 32位元的除錯器寫出來的 所以它也是OPEN SOURCE 然後只不過下載回去的使用者 要安裝下面這個 讓VS2013支援多位元組支援機 然後希望有興趣的大家可以一起修改它 完善它 希望它有照理之 它可以成為64bit底下的OLI Debug 然後下面是DEMO 我自己寫 為了這次Sidcom 我就自己寫了一個簡單的Sidcom Test 然後我們要去對它進行註冊 先用自己的Debug去開啟它 它現在是停在OEP的入口 就入口點的地方 所以先用F9讓它運行 這時候我先隨便打打看 隨便打一些英文 它現在用了一個Message Box 顯示註冊失敗需要錯誤 這時候先找出Message Box的地址 這個程式裡面的有指令可以用 UF是反解出那個函數的名稱 函數的所在地址 可以看到是在這邊 對這個地址下一個斷點 BP是下斷點的意思 這時候它已經設置 左上角顯示設置斷點成功 這個時候再按一次註冊 可以發現它停在Message Box的入口點 這時候一步一步讓它慢慢跑 Rate在組合園裡面 它是返回的意思 就可以返回到它剛剛執行Message Box的地址 這是剛剛Message Box執行完的地址 所以再往前推一點點 再往前推一點點 可以看到它在前面有一個J1 在前面的地方有一個J1跳轉的動作 所以它剛好是在註冊的前面 所以它有可能剛好就是 那個註冊的關鍵地址 J1在組合園裡面相反是J1 相對的OP code是75 這時候下指令把74改成75 然後這個時候再重新執行一次註冊看看 等一下 還沒讓它運行 這時候再重新執行一次註冊 直接讓它運行 就可以發現 不管輸入什麼東西它都會顯示註冊成功 然後這就是一般破解手法用的爆破 然後再來就是工商服務時間 由於去年莫風大大還是沒有爭到另一半 然後在此幫它成真女友 有興趣請洽大大本人 然後再來就是The Decoration of Hacker 是我所屬的組織 如果你對資安有興趣 也對我們想做的事情有興趣 可以到這邊來了解我們 也可以在FB上面搜尋The Decoration of Hacker 等一下還有我們總召集人的Lighting Talk 敬請期待 然後剩下7秒Q&A 好沒時間了 真的沒有人想問嗎 好那我們就請下一場的人上來一下喔